在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柳》中 神枪手顺柳使用的一支罕见的步枪 指哪打哪弹无虚发 有人说它是狙击枪 也有人说它是无声步枪 那么这个步枪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步枪 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它有何时来到中国的呢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说枪》系列第一集 双雄争霸 我们说描写抗战期间的一位八路军战士 手中拿的枪械 却是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 仿制前苏联阿卡斯基系列的五六十冲锋枪 这个年代跨越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啊 我们说历史剧的细节啊 它不容易更改的 更改的是要闹大笑话的 而且呢 也给人带来错误的信息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好好的给大家介绍几种 最近比较多的出现在影视剧当中的老枪 2009年 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柳》 在全国各大电视台热播 在电视剧中 除了演员王宝强塑造出来的新四军战士顺柳 这个可亲可爱的形象外 顺柳使用的那支 配备了光学瞄准镜和消声器 指哪打哪 但无虚发的步枪 同样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 部队的文书汉林 对这支步枪下了很明确的定义 它怎么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什么枪 报告司令员 这枪啊 叫狙击枪 也有人叫它无声步枪 它这前面啊 还应该有一个消音器 就中的这个位置 这个枪用的子弹和三八大盖是一样的 6.5口径的 这以后啊 补充弹药非常方便 而顺柳使用的这支步枪 最早出现在国产的营品上 是在冯小刚导演的战争片《集结号》中 同样由王宝强扮演的战士使用 随后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 也出现了这支步枪的伸扬 那么这支突然出现在营坪上的步枪 是否真的像文书汉连所说的那样 是一支狙击枪吗 同时这支配备了光学瞄准镜和消声器 绝对现代化的步枪 是否真的能够出现在顺流所处的 抗日战争的年代呢 说起枪 人们既熟悉又陌生 说它熟悉是因为 在电影和电视中无数次的演绎 使人们对它耳熟能详 说它陌生 是现实生活中真正摸过枪 打过枪的人却是少数 那么究竟什么是枪呢 其实枪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用一根枪管把弹丸发射出去杀伤有生目标 它的出现打破了冷兵器时代 刀光剑顶的单一画面 然而枪又非常的复杂 它需要在极其狭小的空间内 发射出杀伤力巨大的子弹 伴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 枪走过了700多年的漫长旅程 1888年 德国人保罗毛瑟设计出 1888年式毛瑟步枪 这是北宫认为 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近代步枪 从而使毛瑟名扬于世界 成为现代步枪的电机人 毛瑟在这个世界上 它的后继发展发演型号非常多 所以说毛瑟步枪是现代步枪的基础 由于步枪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借鉴毛瑟98K步枪的原理 设计出来M1903式斯普林菲尔德步枪 也称春田步枪 M1903式步枪很快成为美国军队的 制式步枪 03式步枪的加工工艺十分精良 在各种恶劣环境下 精度和动作的可靠性 都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 然而 不管是毛瑟步枪 还是M1903式步枪 都是单发步枪 这种打一枪 然后手动拉一下枪栓的非自动步枪 它的射速都相当的慢 针对这种现象 美国开始着手研制自动步枪 这个枪 一般的同志看到 这是一艇机枪 因为它已经完全具有了 轻机枪所有的特征 两脚架 自动 和整个的这种布局 都是轻机枪的概念 这种枪 在二战时期 被美军广泛的使用 这是美军步兵班组间 广泛使用的一型枪 那么 实际上我们讲 它真正的名称 并不叫做轻机枪 而叫做 M1918式 伯朗宁 7.62毫米的自动步枪 在电影《拯救大兵热恩》当中 《拯救小分队》中的美军上等兵 就使用M1918式伯朗宁自动步枪 伯朗宁自动步枪 有一个20发的小弹匣 又是自动连锯射击 因此在战斗过程当中 它通常作为班一级的支援火力 但是 它重达7.5千克的重量 也遭到士兵普遍的抱怨 美军一贯是比较重视单兵火力的 那么在一战的时候 当时就发现 就是当时这个M1903 这个步枪 它射速比较慢 是不能够满足 现代战争的要求的 那么后续的1918呢 这个步枪呢 又整个重量太重 很难单兵携带 所以在1925年的时候 当时美军提出一种需求 就是要设计一种 重量要小于4公斤的 这样一种半自动步枪 神枪手顺六使用的 只哪打哪 但无虚发的神奇步枪 在与M1加兰德步枪的 双雄争霸中 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步枪究竟能不能像顺六那样 给它按上消音器 变成无声步枪呢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 说枪系列之 双雄争霸 他叫梅尔文约翰逊 这个人呢 正式执意啊 是一位律师 但他同时呢 又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一个预备役上位 那么正是因为 有着这个军事背景啊 所以当美国军方提出 要向社会上广泛征集 改进步枪的设计方案之后呢 他也拿出了一个自己的